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因 今年的新北市電影節呼應太陽花雪韻 提出了平行時空的概念主題 很榮幸我們邀請到策展人鄭炳紅 Ryan來到現場 我們分享 Ryan你好 凱因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Ryan今年的新北市電影節 你們的策展主題是平行時空 是什麼意思呢 也許從英文來講 parallel reality reality 現實 對 平行時空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新北市電影節 難道這次要走科幻枯瘦嗎 那其實紅紅一開始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策展的 對 那紅他一開始跟我說 年度主題叫做平行時空好不好 我也有點愣住 我說所以那我們開始要找科幻片 或是他說沒有 他 我很喜歡他的解釋 因為我們已經今年是 我們這個團隊第三年 去辦新北市電影節 前兩年叫做第一年 叫世界之花 那第二年叫自由之窗 那世界之花講的是一個 全球化的現象 那自由之窗講的是一個歷史 比較像是一個重的軸 那今年平行時空 我們希望因為今年臺灣發生很多事情 無論有天災 有人禍 然後還有臺灣的民族也在今年 因為太陽化學運 好像整個都蓬勃開來 整個公民運動非常的多 那紅紅他覺得 因為他其實非常關心世界各國的議題 然後他也非常關心各種以議題來拍攝 來創作的 無論是劇情片 紀錄片或者實驗片等等 那他就有個想法 就覺得我們來測一個主題叫平行時空 但那個平行時空指的是一方面 我們要關注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土地 我們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我以我們自己為一個中心 但是其實跟我們同時 parallel 就平行reality 現實在其他各個地方 各個角落 無論是可能歐美或者是第三世界 或者是非洲哪裡 亞洲 東亞等等 或者西南亞 整個其實也都在發生很多的事情 那那些事情可能是政治的 可能是非常社會經濟的 然後可能是跟生態有關的 或者也是一些全球化的現象 那我們希望用一個遍地開花的概念 來來作為這樣的一個策展主軸 所以平行時空 就是延伸來講 他已經超越的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從過去到現在 或者是世界發生的各個角落 有太陽花的學運運動 會用不同的面貌存在著嗎 各位請Ryan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學運的主題 他很多的經典的作品 今年我們開始在擬定的時候 因為畢竟平行時空 我們所處的現實 這這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那為了希望能夠跟觀眾 好像更接近 我們就想到 那當然一定要以學運 今年可能大家如果選年度 最大事件之一 臺灣人一定是學運 太陽花學運 那我們想到學運之後 我就馬上想到 美國有一部草莓宣言 他算是所有 只要你對電影有點 有點有點認識的 大概都會知道 這是一部非常非常學運 經典的作品 那紅紅他自己則是非常喜歡 大島主 大島主他其實很好玩 大島主他年輕的時候 他其實在學校期間就參加學運 結果後來畢業之後 他出去找工作就很不順 就是被做記號了這樣子 他就沒辦法 就跑去片場打雜 結果沒想到開拓出另外一個 原來他對電影有興趣 然後就當上導演等等 所以大島主他非常年少 然後找惠 然後他才還沒有三十歲 他就拍出一部 他自己參加過學運 但是他拍的那個 這一部叫做日本夜語物 他也是一部學運經典 可是有人會說這是不是一部反學運電影 因為相較於我剛剛說 美國的這一部草莓宣言 是用一種比較熱情 衝動的方式來講學運 我們要對抗強權 透過哥倫比亞的那個 整個學運的事件 1968年 那學生對抗校長 這樣子的事件 他是比較符合我們對學運的想像 但是大島主他年紀輕輕 那時候拍的日本夜語物 卻是透過一群學運成員 他們試過境遷以後 他們其實都就是已經過了一陣子 然後有其中有學運成員結婚 結果忽然一個不速之刻闖入這個婚禮 然後開始指責新郎新娘 然後大家互相指責來指責去 變成一種真心話大吐槽 那我這樣講 讓大家聽起來說 那是不是有點喜劇 其實不是 他其實整個是非常 我覺得是蠻悲劇性 因為大島主是用非常沉痛的心態 在他他其實如果你知道 有一部日本片叫做革命青春 他也是有點像這樣子 用另外一個比較嚴肅 然後比較一個從冷靜的角度來思考 這個熱情過後 我們當初做的這樣對嗎 那我們真的達到我們的理想 我們是否違背我們的初衷 對而且他日本業務很厲害的是大島主他許多都是用一鏡到底他的鏡頭非常的少然後他整個形式跟風格非常非常完美的結合 這次策展有一個社會事件部的一個專題除了學運事件之外可不可以有其他的片子就是幫我們介紹呢 然後我們就在我們之前就在想說那是不是學運需要找很多支 那其實在找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還是有難度 因為當然學運的議題的東西是有 可是有些臺灣已經上映過 那有些也並沒有那麼好 那後來我們就想 其實我們既然講是平行時空 我們不應該 我們可以不用被學運這件事情綁住 而是因為學運其實是一個公民運動 所以我們就準備了一些跟公民運動相關 無論是抗爭 那或者是關心 就是從公民的去思考 我們有什麼當代議題能夠去參與 用這樣來作為一個主軸去邀請騙子來參戰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好就很一直在找臺灣 太陽花學運有沒有相關的作品 因為從三月然後到現在九月 也就是差不多快半年 差不多有個創作的東西 也可以收割了這樣子 那我們還蠻幸運的 就是找到一部片《島嶼之聲》 那他願意來新北市電影節做世界首映 而且這位導演 他其實是旅美 他其實是美國非常知名的學者 他是一位博士 是 那他他他所學其實是 我記得是生物醫學相關的 就不是跟這個大傳播影像有相關 那他是因為他其實在美國的時候 看到深受太陽花學運感照 那剛好三月多有空 他就回來 然後三三年的時候 他就去參加那個遊行 然後找他一個朋友 另外一位攝影師 蔡超明一起來 在在那個遊行的現場 他們就訪問不同的主 他因為他想要在 他其實《島嶼之聲》有個副標題 就在太陽花裡聽見族群的聲音 因為他覺得太陽花 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面向 而是應該是多元的 非常多聲音的 所以他就以這樣一個多元的面貌 然後去訪問個形形色色不同人種 然後他們為什麼來參加這個學運 然後他希望能夠拍完之後 他把這部片出了在我們新北市電影節世界首映 他其實也想要帶回美國 然後用他自己的力量在美國各個角落方 讓美國人更瞭解 臺灣今年發生這樣一個大事件 讓他們的訴求違和 因為他是一部短短的 大概四十分鐘的紀錄片而已 然後我跟策展的洪洪 就在想說 那他要怎麼跟其他片子搭 因為你總不能一個場次 只有四十分鐘 然後就要賣票 那我們就試了很多方法 因為我們有些大概七十分鐘的紀錄片 或者其他我們也有要一些短片 外國的 但是怎麼搭都很奇怪 然後就很苦惱 那剛好那時候剛好有朋友推薦 他們說有個新瑞導演 他用太陽花為題材 拍了一部短片 他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一看我就很喜歡 叫做這一天 你如果今年有特別關注學運的時候 應該記得有個女生 他很絕望在街頭大哭 因為他男朋友假參加學運之名 趁機去泡妞去劈腿 所以他很生氣 而且就在街頭就等於就是崩潰大哭 那這個導演就從這這個社會事件 其實這種事件 每天都在各個角落上演 也不一定要說拿學運當藉口 對總之他這個導演 他就用了 他他其實是拍一個愛情片 然後那個男女生 他們其實就是因為學運 然後有在一起 然後分開怎麼樣 他沒有完全是照那個社會 真的在社會版的那個新聞去拍 但他就從原來愛情跟我們對政治的理想 好像可以去作為一個創作的 一個發想的一個起點 然後比較好玩的是 他裡頭又讓那男女主角面對鏡頭 好像在接受訪問 所以有如果一開始我沒有告訴你 這是一支劇情片 虛構的創作的話 你會想說 所以他是找了兩個 因為學運而重逢 然後又重新在一起的前情人 來現身說法這樣子 他們學運對他們的影響嗎 沒有 他只是用這樣一個假紀錄片的方式 穿插他們過往 所以我覺得他在形式上 有一個還蠻有趣的 一個新鮮感在 是 對 那另外呢 我就想到我前陣子看了一部電影 那那部電影叫做小偷小偷 他其實是有點像黑色喜劇 那嚴格來說 我跟紅紅看完 我拿我拿片子給紅紅看 紅紅說可是這部片好像跟學運 好像沒有太多的關係 我說可是我覺得他剛好這樣若即若離 因為他其實是透過一個女生 跟一個男生巧遇 後來又跟另一個男生 就三個角色兩男一女的巧遇 他們去質疑誰是小偷 其實三個角色都是小偷 那裡頭有透過 裡頭就是其實這導演 是個左派導演 他透過小偷的定義 其實是在批判國家 我們人民也許在 我們在人生中 可能某些地方 某些面向 我們都是小偷 可是國家在另一個面向 國家也在投我們人民 我們作為這個國家的主人 龍的一些東西 他要講這點 那故事的最後呢 他其實早就拍完 但是在太陽花學運出來的時候 他又想到去取景 所以最後兩個小偷要逃向何方的時候 忽然間故事背景 就整個插入一些太陽花的片段 那有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他這樣會不會有一點刻意 但是我覺得這其實是個很好的置入 因為他好像他這時候要批判的東西 當你把太陽花的這些畫面跟警察的這些 這個整個好像警察暴力 這樣子整個把他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他裡頭所要批判的東西 要有點像是Push觀眾去好好思考的東西 其實那個力量是還蠻強大的 而且他背景音樂居然還放了那個國際歌 就是共產主義的那個國際歌 所以整個其實最後那個能量還蠻強的 對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透過島嶼之聲 然後跟這一天還有小偷小偷 一部紀錄片 還有兩部劇情短片 然後他們都是以太陽花為 無論是為靈感來源 或者實地去記錄他 或者是把他放為作為納入 成為一個創作的其中 一小部分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從這裡頭看見台灣的創作者的一種創作的能量 那相較雷奈 大家如果想說看他早期的作品 比如說廣島之戀 那一種好像在記憶跟創傷之間 好像迷宮這樣繚繞 覺得現代主義的東西好像有點害怕的話 那我覺得吸煙不吸煙 絕對是你認識雷奈最好的入口